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暴氣咆哮民進黨立委范雲 現場畫面曝光 傅昆琦仿中引爆藍綠白戰火 網紅七寶媽被質疑 善效資源班 緊急道歉更被酸 把責任全推給小孩 過去黑歷史全廢棄底 更多精采內容 請鎖定今晚自由報新聞 歡迎收看自由報新聞 你好我是呂月綺 要來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今天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當時暴氣來怒吼 民進黨立委范雲 那麼原來是針對民進黨 有提出的國會改革性騷擾條款 民眾黨立委又不投票來表態了 爆發口角衝突 來看現場畫面 我們要離你去挖扭程序上 你快點暴力啦 好剛剛我們也看到黃國昌的 咆哮畫面 范雲就說就像是恐嚇行為 更說現場其實都聽不到他說什麼 只感覺口水都噴在臉上了 民進黨立委沈柏陽 當時也看到他人就在旁邊 那麼他也說原本黃國昌質詢時 還說同意要把這個放到法律 結果後來直接消失 那麼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也說 范雲沒有謾罵也沒有嘶吼 那麼網友討論度也很高 說黃國昌用咆哮來掩蓋心虛 對民眾黨來說是重傷 怎麼變成為世風格 更說不用做事還可以領高薪真好 不過今天民進黨法案是三度被封殺 那民進黨團也直求回應 來看稍早畫面 那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什麼 今天看到的是傅婚期 從胎異到現在 他就自以為是正義的一個化身 黨邊一揮 國民黨的所有的立法委員 全部都噤聲了 表決之前我還特別問了林詩敏 我說你們今天 怎麼轉播案都沒有討論 他說我們都不意見 傅婚期 傅婚期 會後表決完 我又衝去找民眾黨的幾位女性立委 包括黃珊珊 麥玉珍 林毅君 跟陳糟茲委員 我告訴他們同是女性 今天的法案內容 就是國會的反性騷條款 為什麼你們不投票 要閹割這樣的法案被審查 黃珊珊這幾位女性立委 才恍然大悟 原來是這個草案的內容 好不過剛剛也看到 民進黨立委吳思瑤就說 民眾黨立委不投票 卻也不清楚法案的實質內容 然後民眾黨今天下午 緊急召開記者會現身回應 他跑到我的位置上面 在那邊謾罵 然後我必須要盡情坐在那邊 接受他的呼籲 基本的事非要有 我記得是中間發生的狀況就是 如果當天早上我們知道這個議案 我們的立場就是表示我們不投票 我們不投票也是一種立場的表達 但是有些委員他就走過來碰到 可能對他的立場沒有支持 然後他就過來職責 甚至就是主動來做一些挑釁的動作 好我們接下來要看到 國民黨團封殺綠營的提案之後 國民黨立委傅崑奇 今天下午率團訪中 只是這一趟訪中行時機點 是特別敏感的 備受外界質疑 來看稍早畫面 傅崑奇這一次 就在今天即將要出發的訪中團 他的行程也不透明 我們要在這邊請問傅崑奇 到底你要去中國見哪些人 要討論哪些內容 為什麼不敢說清楚 為什麼不願意把相關的行程 來跟全國的人民做報告 為什麼你們堅持 一定要在黑箱的狀態下 進行這種私下的密室交流 我想國民黨自己 包含很多資深的委員 也不敢去這個訪中團 包含傅崑奇自己也把行程的時間縮短 大家很清楚 台灣社會對於這件事的疑慮 好我們看到傅崑奇的訪中團 今天是拍板 一共有17位藍尾組團來出發 不過對於要見哪一些人呢 傅崑奇是三間其口 說見到誰不是那麼重要 要把台灣的善意堆疊出來 那麼國民黨立委翁曉玲說 實命必達 另外國民黨立委黃仁也說 各界的意見都會來接受 最後還是會以人民生計為主 不過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認為 立委沒有提報涉國防外交機密的人員 付中國管制 希望未來可以做制度性的解決 律師黃定也提醒傅崑奇附中 不要踩到法律的紅線 民進黨方面是喊話 藍白聯手封殺議案的討論空間 讓國會的民主倒退 請國民黨立委不要為了唱賀中國 限縮台灣的國安防衛量能 另外也要看到是中國的問題 先前來看到是跟我國斷交的洪都拉斯 現在白沙產業受到衝擊了 而且跟中國條件也談不攏 現在轉頭想要向南韓來填補損失 不過跟中國合作的受害者不只是洪都拉斯 像是我們看到財訊傳媒董事長 謝金河也示警 說現在中國才能過剩的外溢效應是全面擴散 那麼在美國大學的前夕 美中角力可能更加的波濤洶湧 台灣也要關注 尤其是ECFA連結的產業 都會是中國才能過剩的受害者 受到的衝擊也勢必會更殘烈 那麼在中國內部也不平靜 像是外面也有曝光中國的科技業 員工竟然是有35歲的魔咒 可能會在35歲這個年齡就失去工作 這都不是新鮮事 而受到中國經濟的崩跌 又實施反間諜法 我們也看到外資是急著撤離的 今年第一季也看到上海的商辦都空了 空置率衝破20% 創下新高 形勢中國投資環境進入寒冬 好 今天熱搜話題要看到 網紅七寶媽因為在直播的時候呢 跟兒子的對話被質疑是在取消資源班 他還說資源班是問題兒童 這兩天都被罵犯了 那麼外界認為這是歧視的言論 那麼就在他昨天緊急道歉之後 還是很難滅火 因為他在道歉中說 當時沒有聽清楚小孩在講什麼 被認為這是要甩鍋 那麼粉專也是學崩的掉了一萬粉絲 網友看了也是討論很熱烈的 有人就說這是把錯推給小孩真的很扯 還有家長是看了氣到發抖 剛被就說他的老公在高雄的 獸醫診所是違建 因為網友說家教跟身教真的影響很大 現在是為了業配才道歉嗎 那麼確實我們看到有不少業配強商 陸續切割 而且都發聲明要停止合作 那麼也看到是律師王志德就說 身為七寶媽又是網紅 對教育體制呢卻是充滿歧視 很為您的孩子來擔心 問網紅的黑歷史也被起底 像是他過去呢是停著8月的運度來爬山 還害救他的山友受傷了 還有為孩子生吃動物的內臟 以及悲嬰兒滑雪等等 過去爭議再度又被放大檢視了 那麼高雄市教育局也強調 資源班的學生不是問題兒童 也會多加宣導導正這個錯誤觀念 好要提醒大家最近出門要記得帶把傘 因為受到封面還有西南風的來襲 這兩天的雨勢都會比較明顯 而且會持續到下週五下週六 像這專家也指出封面就在台灣的北方不遠處 加上有偏強的西南風 目前從台灣到廣東的沿海 容易發生比較強烈的雷雨帶 另外專家也指出現在對流是往東北 還有東方來移動 尤其是我們看到在苗栗到大台北 還有嘉南跟高雄地區呢 可能會有強降雨 那麼雷雨的機率也會比較高 另外在外島還有西半部呢 持續有震雨還有雷雨的機會 因此呢這兩天要提防劇烈天氣 另外學者也提醒哦 這兩天的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伴隨雷擊強風還有瞬間大雨 甚至有冰雹等等 小範圍的劇烈天氣 還是要特別留意 感謝收看今天的自由報新聞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焦點話題 請我們分享一下 5分後 5分後 我們就要打開的 小心燈火 1分後 2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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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後